大家好 我們上次提到一般的瘦口水和牙膏裡面含有凸素 這些凸素是很有效的,可以幫助大家防止鑄牙 但防止鑄牙原來這些凸素只是對於平滑面比較有效 對於這些深坑,其實那些朗口水和牙膏未必可以幫助 這些深坑可以怎樣防止鑄牙,尤其是在比較年輕的朋友 原來有兩個主要方法 第一個,我們叫做牙紋防鑄劑 大家看到,這些深坑原來是黑的 有些塗層塗上去之後,然後經過一些光的凝固 或者它自己會凝固,就會將這些牙紋完全封了 很簡單,如果有些紋,你相信它就有機會有些菌,有些甜的東西 走進去令到它的柱牙,封住它之後就沒有這些難題了 這個技術其實很有效的 但是做的時候一定要很小心 因為如果它封得不漂亮,不夠密封的話 就可能令到有反效果的 即是說,如果它封得不夠密封,不夠漂亮的話 有機會令到這些柱牙就更難被人察覺到 但是另外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一些忽素的塗層 它就像一些啫喱或者一些GEL的東西 擠出來就這樣塗上牙齒表面就已經OK了 大家在想,這個好像複雜一些,這個簡單一些 會不會這個有效一些呢? 以往一向都相信這隻牙蚊防注劑是比較有效的 但是記得,做起來的時候一定要做得很小心 以及做得很正確才行 但是近年開始有些新的研究告訴我們 原來這些塗層和牙蚊防注劑 兩者的效用可能都會是接近的 至於會不會有些再新的證據證明到 哪一隻會好一點呢?我們拭目以待了